大家好 那么今天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个新的科员项目 这个科员项目的名字 太好念 就不念了 就是它的效果就是换衣服 大家可以看一下下面这个图片 那么这个项目最近比较的火爆 因为它的效果比较出色 这个很多人都认为这个项目的效果已经可以 拿来商用 就是咱们比方说有 朋友开店的 卖衣服的或者卖裤子的 那么可以拿这个工具 来实现这个换衣服的效果了 效果还是比较逼真的 呃很多人想要 所以我们今天也来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效果呢 这个大家自己看一下 这个我就不去说了 确实还可以 然后下面是它的一些准备 需要下载很多东西 嗯这个 大家可以有兴趣可以自己看一下 我们这边就省略了 还是直接来看项目 这个是给大家准备好的包 那么这个 项目的体积呢 确实比较大 我们来看一下 他这个 30多个G啊 下起来特别费劲 啊现在已经38G了是吧 这个比较大 如果是大家是拿来开店 想商用 那么你需要一台这个配置比较好的电脑 这个是必要的付出 如果咱们只是普通的用户想玩一下的话 那么其实问题不大 进来之后呢 有个启动文件 大家启动就可以了 那这个我们稍等下 这边有个地址 大家可以点一下去打开 那么中间这个加载过程的时间比较长 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耐心 呃这个加载的对本身配置的要求也是有一点高的 如果你这个配置不够的话 比如说你的显存和内存是吧 显存的话我建议大家有12G 没有12G基本上 跑不动 可能是以后会做一些优化 但是至少目前为止的话 得12G 8G估计是不太显 这个这个大家了解一下 呃还有内存的话 那么你 没有16G内存 那么你就不用试了 基本上没戏 他光模型的话就得 大概有20多G吧 他可能虽然说不是一次性全部加载的 但是如果你没有16G的话基本上跑不动啊 如果说你有意想在这个 AI这边去发展一下 或者你对这种工具特别感兴趣 那么大家还是需要去提高一下你的机器的配置 如果你配置不够 那么 好多工具其实你能看不能用 这个大家了解一下就行了 好我们打开这个地址 这个是他的使用界面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呃界面比较简洁 这边是第一个框 那么这边呢我们输入我们这个 人物图片 这个下面有很多例子 直接用他就行了 比如说这个 这个人物图片 那么这边的话是 if图片 这个我们可以选一个 比如说用这个 这边下面这个选项的话 是他会自动生成这个遮罩 因为我们知道换衣服 其实就是 把这个衣服 把它替换掉 那么他会自动生成一个这种 灰色的遮罩 把这个衣服取消掉 这样的 然后这个下面的是自动裁剪 他这个工具对这个图片有一点要求啊 就是他的长环比 要3比4 说的准确一点就是 768 乘以1024 所以如果大家想尝试的话 那么大家还是要尽可能的保证这个图片的尺寸 如果说你图片尺寸不够的话 那么这边也可以把这个勾上 他会自动进行裁剪 但是这个自动裁剪之后的效果 就没有办法保证 所以这个大家尽可能的保证这个 这个图片的尺寸 那么这样就可以啊 其他都不需要大家 去改动 都是默认的 这个下面有一个高级设置 这个也不需要改 也不需要动 保证默认就可以了 这个我们就直接开始 大家点这个就可以了 同样的还是那句话 就是如果你配置不够 那么可能是跑不动 大家可以先等一等 等等他这个项目的优化 而且这个项目目前有个问题是 他不支持这个 下半身的衣服的替换 就是这个裤着了 裙着了之类的啊 这个可能是目前为止是 他还没有做这个功能 他可能做了 但是没有放到这个上面来 所以我们暂时可能是体验不到 目前只能是对上半身的衣服进行一个替换 所以这个大家也需要了解 这边我们就稍等一下 他这个大概需要我看多长时间 我们开始跑 等下看看他这个时间 大概得十几分钟吧 我这个是12G显存嘛 所以说 大概可能得15分钟左右 跑一个图片 这边跑完了 看一下这个结果 那么这个是他给我们生成的遮罩 那么这边是换装之后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这边遮罩的因为是在裤子上面 紧包含了这个上衣 那么他这个红色的衣服呢 塞到这个裤子里面去了 跟这个原来这个图案是很像的 那么这个换装效果 确实是非常的不错 我们这边呢还有另外一个选项 这边有个总的对吧 这个之前没有给大家说 这个他默认是42 那么这个呢 大家可以改成-1 改成-1之后呢 这个每次出现的效果是随机的 我之前做过一张 别的这个图片 也是同样的这个衣服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这个 这张图片呢是用其他的种子来做的 那么这个 效果呢就跟这个 大家可以看到是有区别的 这个 这个地方 区别是很明显的 所以如果是大家想要一些不同的图案的话 那么 这边 记得把这个总的数把它调成-1 这样的话每次都是随机的 会有一些变化 假如说我们现在有另外一个 这个需求 就是这个衣服呢 我们不希望它 放到这个裤子里面 那么应该怎么处理呢 第一种方法是大家这边 画一个这种 衣服 表示这个衣服是在外面的 那么 最终 生成的这个 遮罩呢 他也会把这个衣服 把它放到外面 这是第一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的话 我们可以手动去添加这个遮罩 那么这边 大家还记得这个选项吧 它是自动生成这个遮罩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取消掉 然后呢我们用这个 画笔工具 然后自己去画这个遮罩的范围 我们现在来给大家画一下这个遮罩 怎么去处理 点这个画笔工具 那么 这边 你可以来这边描 大家看这个 描呢 显然是不对的 呃那怎么回事呢 它这个需要你重新去点一下 比如这边有这个 相关的颜色 比如我们选一个颜色 这个蓝色绿色都可以 然后先把它擦掉 重新加载一下吧 有这张图片 然后 我们现在已经选好了颜色对吧 然后现在我们画这个遮罩 大家看 现在就可以画了 它这个工具有一点点小bug 就是你第一次使用这个画笔工具的时候 那么它是画不上的 那有一些问题 那么你需要去选一下那个画笔的颜色 小小的错误就会被修正 这样你就可以去画了 我们把下面裤子也画一件 这样的 就这样 记得把这个勾去掉 然后这边我们还是用这个同样的衣服 好我们来生成一下 这边改一下 -1 用随机总的 然后点开始 这边需要少点一下 同样的得15分钟左右 这边跑完了 我们看一下结果 这个是它给我们的衣服 我们可以下载一下 放大一下 那么它这个衣服呢 首先它这个衣服的范围 它是完全按照我们这边这个 画的这个区域来的 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而且这个衣服呢也没有大的这种问题 只不过这个地方呢 它可能给加了个东西 这个加的可能不是太好 因为这个很正常 因为我们这边刚才使用了这个 随机种子 出现什么样的情况都不意外 这个是属于细节上的问题 衣服穿在这个身上呢 还是比较合身的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这个项目的整体效果确实不错 到这儿呢 今天内容就基本结束了 这个就是目前为止这个工具所有的功能 下半身的开放 以及这个 咱们 更多的一些功能 包括优化了 比如说 席量使用等等这类这些 它目前的话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所以这个我们需要耐心去等待一下 等这个工具后续的更新 回头等它更新了 如果大家发现了 也可以跟我说一声 我会给 大家的更新新的版本 大家拜拜